王可以錄到的 作詞覽 there 詞 perceive 作曲 第四王寫ywelo 王寶寧 完成vaccine 所以祂在寶座前 祝福小公zin ils在祂殿中侍奉 祂靖 meatballs 祂作寶座地 就要象目出皮他們 祂不再睛不再口 日頭和炎熱 必不再傷害他們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 必겠慾養他們 引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淹 神也必殺 eram 哪一切的眼泪 你知道這個 这里讲到当一个人从患难中出来 然后他们成为一个得胜者 他们来侍奉神的时候 这里面所讲的就是相当于 我们现在教会生活里面 我们应当如何过教会生活的图像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他的殿中侍奉他 那做宝座的要用藏墓复辟他们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 日头很炎热必不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 引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这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过教会生活 在将来他教会生活的一个实现 一个很美的图画 那我们就说 那这里我们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 这个侍奉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有时间啊 我们希望能把它好好讲一下 所以他们在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 也就是说这个侍奉他的原文是现在事 他是从来没有停止的 我们现在的侍奉可能到一段时间我们会累 觉得好累 想停下来 但是在那里呢 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 他这个侍奉呢 他是昼夜侍奉 是没有停止的 而且这个侍奉呢 他是 如何才能侍奉呢 他是必须经过患难 从患难里面出来的人 而且是用羔羊的血把衣上洗白净的人 他们这样的人 他们才能侍奉 那这里的侍奉和旧约祭祀的侍奉 据说借着杀生口 放在祭坛上那种侍奉 不是同一个意思 因为他们用不同的字 我们看了个西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 西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 凡即使天天站着侍奉 神屡是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这个侍奉和我们刚才读的 启示录第七章十五节的侍奉 不是同一个字 启示录七章十五节的侍奉 是指的在灵里面的一种敬拜 在灵里面的一种侍奉 也就是一种的服侍 那这个侍奉 也是我们将来 这些得胜的基督徒们 或得胜的神的儿女们 所当做的事情 那我们必须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如何能有这样的侍奉 当然刚才我们所说的 他们是从患难中出来的 那我们讲我们今天 现在在教会里面 现在我们的侍奉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一切的侍奉 我们先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 第四章第十节 马太福音 第四章第十节 这里讲到主耶稣 他在旷野里面 撒旦对他的一个试探 试探到一个程度呢 就说他将万国的荣华 都给他 如果他愿意向 撒旦 服服 拜他 这一切都给他 因此耶稣就说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 当拜主你的神 当要 侍奉他 这个侍奉就是这个 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哪个字 就是跟那个 启示录第七章 十五节 那个字 同一个字 奥特利 这个字是使属灵的 一种的敬拜 属灵的一种的事奉 那哪些人 做这些事呢 我们看 路加福音 第一章 七十四节 路加福音 第一章 七十四节 路加福音 第一章 七十四节 叫我们 既从仇敌手中 被救出来 就可以 终生在他面前 坦然无忌地 用圣洁 公义 赦奉他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 都从 撒旦的权像 从那些神的仇敌手里 被救出来 那救出来以后 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我们应当 以圣洁 公义 来侍奉他 这里讲的侍奉 就是 也就是你我 今天 这些得救的 神的儿女 我们应当 以圣洁 公义 侍奉他 那当我们在 现今 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 我们学习 侍奉的结果 如果我们 能从患难中 出来 常常借着 羔羊的血 来洗净 衣裳 到那一天 在 新天新地 或是 你在千年国度里面 我们就有资格 在神的殿中 来侍奉他 因为这是同一个字 这是同一个字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 如何 也就是说 这个侍奉里面 不是没有难处的 是有难处的 这个 我们从难处里面出来 就是学习 要侍奉神 那以色列人 他从维奴 你看那个 启示录第七章 第七节 不是启示录 对不起 使徒行传第七章 第七节 使徒行传第七章 第七节 他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又说 使他们做奴苦的那国 我要惩罚 以后 他们要出来 在这地方 侍奉我 所以这侍奉 就是 这个字 我们知道摩西 带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 他对法老讲得很清楚 对法老讲得很清楚 他要到旷野去什么样 侍奉我 你看那个 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 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 耶和华吩咬吩咬 他吩咬摩西说 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 让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 侍奉我 在哪里侍奉呢 我们看那个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 后来摩西亚伦去 对法老说 耶和华 以色列人去 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在旷野向我守洁 法老说 耶和华是谁 是我听他的话 容以色列人去呢 我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他们说 西伯来人的神 遇见了我们 求你容我们 往旷野去走商天的路程 既是耶和华 我们的神 免得他用瘟疫 刀兵攻击我们 所以他是在旷野 当时以色列人 在旷野侍奉神 就相当于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的侍奉生活一样 当时他们的会幕 就是我们所谓 就是神与人 相会的地方 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会所 我们在会所的里面 我们与神相交 我们在这里敬拜神 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话 我们在这里向神祈求 那以色列当时 他们在旷野 他们建了会幕 他们在会幕 会幕就是和神相聚的地方 神与他们相聚的地方 神将自己的心告诉他们 那以色列人 他们的祈求 也在这会幕里面 向神祈求 所以在旷野 他们是学习过一种生活 叫做 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 所谓教会的生活 也就是敬拜的生活 也就是侍奉的生活 很可惜的很 他们都没有什么信心 过一种生活 常常得罪神 因此很多人都倒闭在旷野 就进不了迦南地 那我们今天 我们在神的家中 学习过 教会生活 就是侍奉的生活 这种服事 这种侍奉 是帮助我们 将来有一天 能够成为得胜者 进到神的国 也就是千年夺度 在那里与基督一同掌权 替神管理 在那儿 祂的殿里 释放他 那真是 整个教会生活的 一个实际的显现 完全显现 神要我们 现在就学习这个 现在就学习这个 那我们凭着什么来侍奉 现在一个问题 我们凭着什么来侍奉 我们知道 我们被救出来以后 我们要 我们侍奉神 是神当时救我们的 一个主要目的 我们凭着什么来侍奉神呢 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 不是说我们从 从世界被救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把 从世界所学的才能 才艺 全部搬到教会里面来 不是 不是 如果你在世俗上 你有成就 你在世俗上 你有能力 你把你的成就和能力 摆在教会的外面 然后你来到神的家中 你用什么来侍奉呢 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我 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心灵原文的意思就是 用灵所侍奉的神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来侍奉神 不是用我的才能 我魂的本事 乃是用灵 用灵 用灵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如何侍奉 用灵 侍奉神 这个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你所担忍的 所以这里的侍奉 他们是同一个字根 这里是用名词 刚才我讲的 Latria 是一个动词 这里是Latria 那是一个名词 但是同样一个意思 属灵的侍奉 我们用心灵侍奉神 但是呢 神要我们的身体 不能说 哎呀 我为你祷告就好了 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面 你必须身体要摆上 就是这里所说的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那这 你们如此事后 还是你所担忍的 所以身体必须要献上 我们 做属灵的服事 我们还必须将我们身体献上 那菲利比书第三章 第三节 菲利比书第三章 第三节 他这里说 因为征受割离的 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头 不靠着肉体的 这个敬拜原文就是 Latrio 就是释放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不但是 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神 还必须用神的灵 我们也常常说的 我们有我们的灵 但神的灵 必须在我们的灵里面 主导一切的释放 主导一切的释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魂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灵 灵告诉我们的魂 但是我这个灵呢 必须神的灵住在我里面 由神的灵来指使 所以这里讲到 这个神的灵 神的灵 是否在基督耶稣里 夸口不靠肉体的 那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第三节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第三节 我感谢神 就是我接续 为祖先用清洁的良心 所侍奉的神 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 我们知道良心 良心是属于灵的一部分 他这里讲到良心是清洁的 因为我们良心常常会被颠污 所以要非常小心 所以侍奉神的时候 不能有二心 不能用污秽的 而是用清洁的良心 来侍奉神 那我们如何有这样的心呢 我们必须常常取用 主耶稣的宝血 我们看这个 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侠无私地献给神 祂的血起不尽 不更能洗尽你们的心吗 这个心指良心 就是良心 除去你们的死心 使你们侍奉那老生的神 一方面我们要用清洁的良心 但如何能得到清洁的良心呢 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侍奉里面 常常取用主的宝血 让主的血来洗尽我们的良心 这个还有一处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振动的果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 用虔诚敬畏的心 事奉神 所以这个心很重要 良心要清洁 同时我们良心 我们的良心呢 还必须是存着虔诚敬畏的心 让我们的心 能够在正确的地位上 来侍奉我们的神 那希伯来书八章第五节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侍奉的 应当怎么做呢 怎么行呢 所以我们必须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 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造墓的时候 蒙神警戒他说 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 都要造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这供奉啊 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事奉的意思 任何的事奉 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意念 或造自己的施意 说我这样做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凭着自己 乃是要造的 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也就是说 你的灵必须很清楚 神怎么告诉你 我们也必须很清楚 神的话怎么说 我们服事神 事奉神 不凭着我 我认为如何 或是众人认为如何 或是世俗认为如何 或是传统认为如何 我乃是造着山上的指示 所以 神对摩西说 你要谨慎 就是这个原因 你要谨慎 你知道这个窗 你知道在旧约里面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事奉 在旧约里面 最先开始的时候 在亚当夏娃 神把亚当 还有夏娃 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 叫他们修理 看守 这个修理 修理原文的意思就是 事奉的意思 就是事奉的意思 我们刚才都是读了 摩西告诉法老说 大家 耶和华神要叫法老 容他的百姓 到旷野去侍奉什么 这个侍奉呢 就是这个词 就跟修理 同一个词 希伯来文 叫阿爸 神要我们侍奉 是从来没有变的 从创世纪 他要我们怎么样侍奉他 神基本在伊甸园的时候 他要我们就学习 吃喝享受他 这个侍奉是根据 他对我们所说的话 照他所说的来做 然后顺服他所说的去执行 在旷野的时候 也是过这样的生活 在现在新约的时候 神也希望我们过这样的生活 等到进到千年国度 新天新地的时候 也是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如果在任何时刻里面 我们没有做好 神有耐心 神有耐心 一次一次来挽回 直到我们做好 原则不会变 创世纪那里所要求的 修理看守 在新天新地所做的 也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现在要学习 我们照着神原先的意义 意思来学习侍奉 那这样的侍奉的结果 是什么样呢 我们就很早会从难处里面出来 从难处里面出来 这侍奉基本点 没有别的目的 就叫我们 叫我们成为神合用 因为神基本的心意 就是叫我们怎么样 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他 因为神当时就造人 就叫我们 是按着神的形象 按祂的样式造 然后祂吩咐我们去管理 海里的云 空中的鸟 地上的走兽和全地 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叫我们来代表祂 来荣耀祂 那接下去才将一群 因为我们要去管理 所以才将祝福福分设给我们 使我们遍满全地 生养众多 一切的侍奉 基本点 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 我如何能侍奉呢 我做侍奉这件事 无论我是做招待的 无论我是做话语的 无论我是在做厨房的 我在我所做的这件事情上 我是否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为什么说 要甘心乐意地做呢 而不是说 我今天心情好我才做 我心情不好我就不干 我们侍奉神 不是为了我们个人 我们侍奉神 是代表神 上个礼拜不是讲一个故事吗 有一个弟兄 他在公司里面 公司给他 这公司很大 是国企的 他们派他出去出餐 都是让他们做最好的 因为他们要代表公司 如果你为了省这个钱 就在低级 非常低俗的旅馆里面 等到客人来看你的时候 哎哟 你的公司也不过如此 不行了 我记得我 我早期的时候 我在做癌症研究工作 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 产品出来 我就 我在学校里面 也在公司里面 一个大公司里面 大公司派我到台湾去 展示他们的产品 他们给我的是 最高级的待遇 把我送到台湾的最好的旅馆里面住 然后因为他们是台湾政府 他们跟他们国家一半 所以呢 他们那个 当时是总统是李登辉 他们在会后还给一个国宴 也就是说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待遇 我们是代表这个公司 如果我那个时候 哎呦 我家团的在台北 为什么住在旅馆里面 何必花这个钱呢 我就住了 你知道 我就丢了我的公司的脸 丢了那个学校的脸 基本点是这样 神要 让你代表他的时候 他一定会将 你应该有的恩赐和祝福 赤给你 但是问题是 我在使用这个恩赐和神 给我的祝福的时候 我是否 能带来 是否能荣耀 如果不能 我修了主的命 所以事奉就是这个意思 事奉是什么 事奉 我将神的荣耀 借着我彰显出来 我将神在我身上的心意 能够表达出来 这是事奉 事奉不是说 我今天请小玉 你来帮忙一下 你给我一个面子 然后你就来了 不是 事奉是什么 来是 神看上你 神要用你 来借着你 在做这件事情上 来怎么样 把他的荣耀给显出来 让你看到 哇 神真是有荣耀 一看到小玉所做的工作 哇 神真是有荣耀 为什么 因为看到神在他身上给他的恩典 给他的恩赐 这是别人所没有的 让人看到 哇 神真是有荣耀 这是事奉 不是说 今儿 哎呀 我没有时间啊 不是 好了 给你一个面子 我今天答应你的 不是 我们事奉神 乃是因为神看上你 所以我乐意将自己 把时间摆出来 我乐意将自己 用神所良给我的 用完整的 用我的心思 我的意念 被洁净过的 被对付过的 纯洁的 完完全全 来事奉神 不但我的心灵如此 我的身体 我的时间 也是如此 你要让自己在身 自己在心中 有一个深深的感受 今天我们的事奉 是因为神看上我 你弟兄啊 常常跟人家讲 今天事奉 不是因为 你给我面子 乃是 神看上你 神今天看上了我 我真是要爬着 过来感谢 爬在地上 或者爬着来啊 感谢神 神我谢谢你 让我能 事奉 但是 我看我们今天 在教委里面的服饰 那个光景呢 就很辛苦 做招待的呢 应该很早来的 没有 搞饼杯的 实在是也应当 很早来的 处理饼杯的事 没有 搞厨房的 或等等一些 我们应当是 你知道要服饰 通常一般来讲是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是从仇敌手中 被救出来的 我们是要用我们 圣洁公义来 侍奉神的 我们知道 我们服侍神 是因为神看上你 我们知道 我服侍神 是我来荣耀神的名 我所做的呢 我就要非常小心 我不愿意得罪神 我不愿意让神的名 得到羞辱 所以我们希望呢 借这篇信息 让我们再回到 到神起初的心意 知道神为什么 救赎我们 神为什么 要叫我们来侍奉他 没有别的 就叫我们来代表他 叫我们来彰显他 叫我们来荣耀他 好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都是 儿子的身份 我们以前 失掉儿子的身份 今天神 借着相信主 我们恢复了 儿子的名分 所以如果 我是儿子的名分 我每一言 每一行 都要非常小心 你看那个 最近在 在伦敦 那个英国女王 她不是 她不是一个孙子吗 孙子生了一个女儿 生了一个 女儿 你知道他们的 一言一行 都在这个显微镜子之下 给人的观察 都是被人观察 所以你想他们敢随便说话吗 你笑啊 或说话都要非常谨慎 如果我们想到我们今天 我们是神儿子的名分 我们今天所行的 所做的 是代表神的话 我们要非常小心 因为将来神啊 你知道 我们现在只是 所谓的预察 学习 好像就相当于 当时 严话神把亚当下巴 放在伊甸园里面 给他们在 还没正式管理之前 要他们 来试用他们 像我们上宫之前 有一个 普贝族 试用期一样 我们现在都在这学啊 我们不希望 像亚当那个时候 糟糕了 这个 还没正式的管理 就失败了 那就造成 人类的浩劫 那我们 我们知道 亚当的情形 下巴的情形 那我们今天 应当怎么办 神把我们 放在一个 侍奉的里面 我们在这个侍奉上 我们应当怎么样 要非常谨慎 要珍惜 神所给我们 每一个时刻 让我们 兢兢业业 侍奉神 如果我是做 招待 求神给我时间 让我们早点来 不要人都来了 你招待了 还没来 我们应当学习 在神面前 非常的谨慎 让神 在我们中间 得荣耀 让我们因为学习 这个侍奉的结果呢 我这个人生命 有改变 你知道 如果你认识 你是一个神儿子的 名分 你是神的儿子 你会珍惜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会非常小心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好 让呢 神能得荣耀 你自己得奖赏 我今天是稍微讲一下 这个侍奉 那下个星期 我们就讲个 藏目的意义 还有那些 好像在生活的里面 比如你口渴 受伤害 神怎么照顾 神怎么安慰你 神怎么梦扬你 所以我们下次再 就下礼拜了 下礼拜也是查经 时间就比较多一点 那今天呢 我就暂时停在这里 有任何的问题 地域